由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创办 以辅导医疗科技创业研发为宗旨的 永林健康基金会H-Spectrum加速器团队 于22号与中部科学园区新创团队一起造访戏骨 有鉴于永林基金会已经在医疗院所设立与医学研发方面 投入了数百亿台币的资金 未来永林基金会如何带领台湾创新团队与世界接轨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生物医药这个领域的应用上的话 过去实际上都是国际药厂主要在切入 但是现在有一个趋势是 国际药厂也渐渐开始跟新创靠得越来越近 原因是因为传统上面的话 大家都认为自主研发是最快的 但是现在的话渐渐他们认为说 他们如果可以跟新创走近一点 把题目出给他们 由他们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们才去桥接这些新创团队的后段 这个是现在目前可能看到的一个趋势 所以包含说像是默克药厂或拜尔药厂 或者说是罗斯药厂 现在不同这些大药厂也都开始 有在切入有专注的在做新创的部门 来跟新创能够接轨靠近一点 那这部分来说也是目前我们永林 X Spectrum在做生意新创加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陈俊佳也说明了永林X Spectrum专注的领域 以及在研发方面的优势 我们看的领域因为永林一直以来的话 我们就特别是针对乳癌血癌肺癌相关 然后特别是华人好发的癌症 是我们主要长足在有去钻研的研究领域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预防医学 如何能够真正做到上医治胃病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长足在追逐的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特殊优势的产品 目前公司也都设在矽谷 然后在San Diego 然后有一些部分也是在台湾 那相关的公司别的话 主要Focus也有在做 从辐射治治疗到精准医学都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